今天我要去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然后带大家看一个很酷的东西 那就是 医院 你看我手现在微微动它 机器已经跟着在动了 看吗看吗这整个 很酷耶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 我已经讲过5G远程操控的这件事情 那时候是远程操控矿车 就是挖矿 但是今天我要带大家看一个更伟大的东西 就是远程操控医疗社会 这个操控它的东西必须分享 这个我觉得完全就是非常非常伟大的发明 帮助到整个社会 这里不是实验室而是真正的医院 所以你一进到来 你就可以看到现场医生 正在和普通医生进入videocom 你好方准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媒体的朋友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好吗 你好 你好 那么黄泉这个小孩多大呀 一个月里是听了 通过5G的网络除了视频达成之外 还可以把现场的情况实施的回传 比如说这位医生在做超声波 而超声波的过程就可以透过5G实施传回来 包括音频和视频 而且几乎是没有延迟的 你留意现在那个医生的手 还有超声波画面的动作 其实是几乎同步的耶 所以像是今天比较少的胶外医生 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 实施把超声波的画面传回来 让更有精力的一生帮忙准断 以为这样就很厉害了吗 不是 这个远程操控超声波才是最厉害的 就是透过5G的稳定和速度 远距离把我们锁在的位置 也就是城堡和神针进行同步操控 相差一共1400公里耶 你看他的手在那个模板上面动来动去 其实另一边是在场合神针的机械手 手一台机械手就跟着台 手往左机械手就往左 有没有很厉害 那么它呢它有一个峰子的这个 玉子的那个设置 比如说15个扭 10个扭 20个扭 30个扭 那么可以根据一般的那个胖瘦 还有它的反正这个压力的赖手长度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机械队设置 比如说变成说哎呀这个压得很疼 那我可以把这个这样子十个扭 或者这样子五个扭 哪一个这里哪一个是 这个这个 这个是我们可以调节的 可以加两个扭 这个可以调节的 啊这个 对这个就是20个扭 接下来就要做一个历史性的一个 就是成为Tremulation 第一个5G原成操控超声波仪器的人 然后现在我拿着这个是模拟 然后它这边不是真的baby 就是模拟就是 因为以我的技术不可能超声波 然后去造一个真的baby 所以我们用体膜就好了 然后你可以注意到我的手 你看我手现在微微动它 机器已经跟着在动了 在上面里面的baby 差不多是5个月多 已经成型了 所以当我移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那个机器手是很同步的 看吗看吗 这整个很酷耶 吃完的那个超声波之后 真的觉得自己真的是超酷的 就是觉得自己很酷 全malaysia比一个远程超声波仪器的人 就是我 那是很实实 基本无言辞的那个感受 4G改变生活 5G改变社会 那是整个遍布之前 我们一向来可以做到的东西 非常震撼 但很多人就会问啊 那我们在做超声波之后 手术方面的话怎么办呢 现在是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但是是有一些地区的医生 有在做这方面的测试 未来很可能真的会发生 好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